大家好,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在北京即將迎來東奧開幕的時候 中美關係又再陷入緊張 美國軍艦近日一直都在中國的沿海出沒 1月20日美軍的本部機部導彈驅逐艦 更是未經中國政府批准 非法闖入中國的西沙群島領海內水 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吳謙晚上發布聲明 自解放軍南部戰區組織了海空兵力 對美國的艦艇進行了跟蹤、監視 並予以警告距離 中國軍隊對美方的行徑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吳謙重申,西沙群島是中國固有領土 中國政府在1996年公佈了西沙群島領海機線 並對外國軍艦進入中國領海有關事宜 作出了明確的規定 美方的行徑根本就不是他們宣稱的航行自由 而是侵犯了中國主權 危害南海和平穩定的嚴重挑釁 它的性質十分惡劣 中方要求美方認清形勢停止挑釁 中國領海不容美國軍艦橫行霸道 中國軍隊將會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應對一切威脅挑釁 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堅定維護地區和平穩定 另一方面,拜登就任總統一年之間 對於是否取消對華加徵關稅的問題上 表現得無靈兩可 但美國的商界已經等不住了 拜登就職美國總統一周年的前一天 有記者就問他 你提到中國,你認為現在是否時候 開始取消一些對中國進口商品加徵的關稅? 拜登承認美國商界一直施壓他下調關稅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為此展開工作 但他說答案是不確定 他只希望中國正是履行承諾 或者正在履行更多的承諾 美國就能取消其中的關稅 但目前還未到這個程度 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以來 從美國採購承諾已經在去年12月31日到期 關於中美經貿團隊 是否已經就第一階段協議之後的接觸 或者是第二階段談判展開溝通 中國商務部1月13日曾回應說 目前雙方的經貿團隊保持正常溝通 中國海關14日公布的資料顯示 去年12月中國的貿易順差 有944億多美元創下歷史新高 路透社評估中國當月對美國的貿易順差 是392億多美元的 全年累計的順差是3965億多美元 拜登的說法是顯示商界施壓不足以說服他 改變路線 尤其是在中國沒有任何重大讓步的情況下 而路透社就指出 一些美國商業團體已經大聲要求 取消特朗普政府加徵的關稅 中國商務部說中方始終都認為 取消加徵關稅有利於中國 有利於美國有利於世界 特別是在當前通脹形勢之下 取消加徵關稅符合中美兩國消費者 和生產者的根本利益 有利於世界經濟復甦 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 呂祥就預測 中國將會利用它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強勁地位 繼續向美國施壓 要求取消這些關稅 他相信中方將會保持工作層面的接觸和施壓 始終取消關稅符合雙方的利益 尤其是在美國通脹指標 處於歷史高位的情況下 但美國仍然認為關稅是他的籌碼 呂祥認為華盛頓不太可能放棄關稅 因為拜登政府意圖保持對華強硬立場 但目前中國是唯一擁有全球最穩定產業鏈的國家 這是最大的資產和優勢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黃緝思認為 儘管華盛頓試圖動員各方支持反華 但中美企業仍然深度往來 下一步中美之間迫切需要進行實質性 工作層面的對話 以解決存在的實際問題 在經貿議題上 拜登想吃到盡 但又需要中國配合解決自身的通脹問題 不敢反抬 所以就先拖著 而目前中國的焦點是要確保冬奧會順利舉行 不希望節外生枝 在未來一個月 美國仍然會在不同範疇向中國施壓 甚至想在東奧議題繼續搞破壞 同時仍然會在歐洲推動一些小國 在台灣議題上向中國挑機 最新的是斯諾文尼亞 曾經在涉華議題上多番炒作的斯諾文尼亞總統 阿納茲、楊沙 近日在接受訪問的時候說 台灣地區是民主國家 並且公開表示 將會對比立陶宛與台方 互設所謂辦事處 民進黨當局當然很興奮 說楊沙曾經多次訪問台灣 言下之意即是說這是他們的老朋友 不過楊沙的言論引起了斯諾文尼亞國內的強烈討論 有政家人士說楊沙只是一個民粹主義者 他的言論將會損害到斯諾文尼亞國家利益 楊沙近日接受印度國營電視台訪問 談及到台灣問題的時候就宣稱 斯諾文尼亞正與民進黨當局 黑談戶設代表處 而且在採訪中他用國家來稱呼台灣 他還揚言自己曾經到訪過台灣四、五次 見證了台灣的民主 當日的節目上楊沙還宣稱 此前曾經與台灣的防疫部門負責人陳時中通過電話 支援台灣地區參與世界衛生組織 去年九月因為斯諾文尼亞擔任歐盟聯席主席 楊沙已經呼籲歐盟成員國領袖 在立陶宇與中國的外交紛爭上支援立陶宇 今次楊沙的言論一出 引發了斯諾文尼亞國內強烈討論 斯諾文尼亞外交政策委員會成員 內梅克對外證實 由於總理的不當言論 其他黨派要求召開特別會議 內梅克強調這是斯諾文尼亞總理的個人立場 不能代表斯諾文尼亞共和國 這樣的言論可能會損害到斯諾文尼亞的利益 對兩國的合作產生影響 斯諾文尼亞議員普雷比爾就說 對於總理的言論感到憤慨 說這只能表明 楊沙是一個挑釁者 一個民粹主義者 而不是一個政治家 斯諾文尼亞位於中歐南部 是一個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 國土面積有二萬多平方公里 全國人口大約是205萬人 1991年6月25日宣布獨立 2004年3月加入北約 同年5月1日加入歐盟 內地環球時報就發表評論說 蔡英文2016年上台之後 開啟了兩岸對撞的風火外交模式 試圖與大陸打一場所謂的外交消耗戰 有資料顯示台灣的涉外部門 2022年支出預算 多達幾百億新台幣 這只是帳面上 評論認為民進黨當局付出了巨大代價 搞金元外交 換來的就是先後終結了 與八個國家的所謂外交關係 這是一條不歸路 是一個無底洞 需要不斷投入真金白銀 而最後結果注定是捉籃打水一場空 針對楊沙的言論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19日說 對此深感震驚強烈反對 他重新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一個中國原則是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和國際社會普遍共識 也是中私、中歐關係的政治基礎 過台辦發言人朱鳳年就說 斯諾文尼亞有關政客的言論妄固事實 混淆視聽 他應該清楚什麼是一個中國原則 應該好好讀一讀兩國建交公佈的原文 朱鳳年強調中方敦促斯羅文尼亞政府以實際的行動 確守在涉台問題上的嚴肅承諾 慎重妥善處理涉台問題 民進黨當局利用各種伎倆 拉攏滲透有關國家政客 妄圖倚靠外部勢力謀毒 難逃失敗下場 有立陶宛的例子在前 歐盟對於歐洲小國利用台灣議題挑擊中國 口頭上就說支持 但是實際的經濟支援就未見 甚至是美國已經出手提供6億美元借貸給立陶宛 歐盟都還未出手 老謀心算的歐洲大國想借機會增加和中國談判的籌碼 多於實際上和中國要反抬 歐洲小國在政治上做美國的棋子 在經濟上將會面對艱難的局面 今天的分享就這麼多